另外現在是臺灣自公 小小的年紀十三歲而已 我就拿到美積分 七葉的麻粉 因為呢 無緣無故讓小孩接受 這款臺灣這款的 田仔石的教養 十三歲這個老鐵 自小人在家裡自己在學 最近的美劉開放學 教學平台美積分的庫頂 幫助參加美國台下 先修庫頂的庫市 在美積分這個庫目 拿到萬分 五分 真的不簡單 老鐵後一步希望說 可以代表臺灣 參加國際所學 奧林匹野的競賽 變成臺灣自公 收庫頂的庫市 在美積分這個庫目 拿到萬分 五分 真不簡單 半夜大概兩三點 三十點 我還聽到那個 一直放出來那個影片的聲音 我覺得好像比看那個連續劇 還吸引他 其實老婆自小孩 就看出老鐵的學識天分 所以說選擇北方的小孩 在家裡住學 現在老鐵不是利用清華大學 開放學到平台 自己給美積分 也參加史丹佛大學的機器的學生 以及哈佛大學的計算機的庫端 都在中證書 然後聽到愛智慧希望說 可以代表臺灣 參加國際所行 奧林匹野的競賽 今天說現在的望路都沒那麼多 透過的免費的算上學識主館 在家裡的主館 也慢慢變成另外一種高齡的小孩 主動主館 無壓力的學識方式 高齡的